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基本的资料结构, 和如何用Java来实作这些资料结构。 什么是资料结构呢? 顾名思义就是管理资料在Memory里面的结构, 所以它是用来如何排列记忆体中的资料。 我们会介绍以下几种常见的结构。 第一个是Array。 这个我们之前就学过了, 但是我们会介绍一些跟Array相关的演算法。 再来是LinkedList。 LinkedList是一个动态的资料结构, 它可以动态的增加资料或是减少。 再来是Stack&Queue。 Stack&Queue可以用Array来实作。 它在演算法中办一些重要的角色,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再来是Tree。 Tree是一个很有趣, 但是又博大精深的资料结构。 那我们这边只会介绍基本的Tree。 我们会介绍BinaryTree, 然后还有BinaryResearchTree。 如何用树状结构来加速资料的搜寻。 其他的资料结构还有Graph和Hashtable。 Graph主要是用来计算一些像Social Network, 资料之间的关联性。 像Facebook之类的社群网络, 比如说朋友与朋友之间的连结, 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就可以很自然的表示成一个Graph。 那在Graph上面就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演算法可以应用。 不过因为我们今天只教基本的资料结构, 所以我们就不深入地探讨Graph。 最后是Hashtable。 Hashtable通常是设计组特殊的Key, 让大家可以很快的查询到所想要的资料。 在某些应用上非常有用。 为什么我们要学资料结构呢? 其实呢,写程式可以看成是演算法加上资料结构。 那有一本书在1976年关于如何写程式Program, Programming的程式,它的书名的title就是Algorithms Plus Data Structures Equal Programs。 所以演算法加资料结构就会等于程式。 那因为我们这本课是物件导向设计, 所以我们不会介绍很深入的演算法。 但是呢,很多物件导向的架构其实也是跟资料结构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这边会先介绍一些简单的资料结构。 那实作这些资料结构的演算法呢, 我是从这个Github所找来的。 那这个Github叫做The Algorithms。 那它里面有关于各式各样演算法和资料结构的实作程式, 而且分不同的程式语言。 还有用Python实作或是用Java实作, JavaScript,Go,C或C++。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个网站。 那另外一方面很多常用的资料结构啊, LinkedList的StakeCue啊,甚至一些SearchTree。 它其实也是包含在Java的StandardLibrary。 在Java的标准函式里面也有。 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取得相关的程式码。 已经写好程式码资源。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了解这些程式码之后, 这条结构和演算法的真正的含义。 只有了解它们设计的原理了, 我们才能运用它们设计出更有效率的程式。 要了解资料结构和演算法的原理, 首先我们要了解如何评估演算法的好坏。 那我们评估一个演算法的好坏就是看它的执行有没有效率。 那我们怎么定义效率呢? 我们是用这个Time Complexity。 我们希望知道一个演算法在它的资料增加的时候, 它的时间增加的状况是如何。 那第一个呢,你资料越多,所执行的时间越长。 这是一定的。 重点是你这个增加的趋势是什么。 那如果是线性的,也就是说你的资料有100笔, 就处理100笔的时间。 1000笔就处理1000笔的时间。 假设你处理1笔1秒的话, 就100笔100秒。 1000笔1000秒。 那这个是个线性的关系。 那其实如果你的演算法是线性的话, 代表你的演算法设计得很好。 算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之后会学到还有更好的方法。 但是呢,如果你的演算法,很多演算法它呈这个exponential增长。 比如说指数增加,那指数增加就不是一个好的演算法。 当你的资料只有几百几千笔的时候, 你可能勉强还可以处理。 但是呢,指数增加的速度, 假设你今天有10000笔的话, 假设你是n平方,那你就是10000乘10000。 假设一笔是1秒,就10000乘10000秒。 那假设如果今天只有100比100乘10000还可以处理。 那你这万万就是1。 那这样的话,你的程式是完全不能处理大型的资料。 一般来说,我们设计演算法或设计程式会尽量避免这种状况。 那我们要怎么表示一个演算法的效率呢? 我们用这个Big O Notation。 我们通常用一个大写的O来代表, 大写O的韩式,大写O of。 然后呢,这边有个范例,O of n平方。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n其实是我们input data size。 那写n平方就代表说呢, 我们这个Time Complexity。 我们这个演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呢, 是跟着平方乘正比的。 n的平方乘正比。 也就是说呢,假设我们今天处理1笔只要1秒。 那处理100笔就是100的平方。 1万秒。 1万比的话,万万就是1亿秒。 那这个定义就叫做Big O Notation。 实际上的定义是这样子。 好。 假设我们实际的演算法长度是F of n。 那我们Big O呢,of G of n。 我们用Big O来衡量我们实际上的F of n的长度。 只要存在一个长数乘上G of n呢, 可以比这个F of n大。 那我们就把它的复杂度, 我们就用这个Big O代表。 Big O of G of n就是它的时间复杂度。 这边有个表。 因为很多演算法并不是直接就是可以用n平方或是n, 什么n,简单的函式来代表。 很多演算法或是很多程式,很复杂。 复杂程式有时候它在某个时段的时候, 它这个并不是可以直接用n平方来衡量。 直接可以用一个函数来衡量,或者一些变化。 那我们不介意这些细节。 我们最主要是要知道它增长的趋势是什么。 所以如果Big O of G of n的话呢, 我们假设这个G of n这个函式, 假设它是n平方, 那它如果可以乘上一个函数, 乘上一个长数C, 乘上任何一个长数C比F of n大。 就是它们增长的趋势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说它的复杂数是G of n。 所以这边换句话说,我们只关心这个F, 当n很大的时候F是增长的趋势, 增长的趋势是什么。 我们并不是非常care的说, 我们这个Big O of n是不是一定比F of n大。 因为在某些资料量比较小的状况下, 这是不一定的。 那我们比较care的是它增长的趋势。 那换句话说,我们真实的这个复杂度F of n呢, 它grows known faster than G of n。 只要我们这个Big O的增长趋势呢, 大于等于这个F of n。 也就是F of n呢, 它不会比G of n快, 那我们就可以用G of n来代表F of n实际上的复杂度。 所以呢,它虽然是n平方, 它可能是3乘以n平方。 假设我们今天F of n是3乘以n平方或5乘以n平方, 我们并不care前面那个长数。 只要它的增长趋势是跟n平方成正比的话, 我们的Big O, 我们可以用Big O of n平方来做代表。 那这里有一张图秀出不同Big O演算法的增长趋势。 是从这个BigOcheatsheet.com这个网站来的。 这个网站有很多不同演算法的时间复杂度的收集整理。 很鼓励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网站。 好,那这个呢,这个增长趋势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Linear of n在这里。 Linear就是说你线性的嘛, 你input是多少,你的处理时间就多长。 那这1比1秒的话, 100比就100秒, 1万比就1万秒。 那么更快的有了, 最快的常数就是等于1。 无论你input多大,一次就可以结局。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其实Array就有这种特性。 O of 1是最棒的。 那再来呢,这个Log n也是很不错的。 那无论你是把n取log,所以增长速度非常慢, 几乎看不出来增长, 几乎跟1重叠在一起。 这个深绿色的部分。 但是一般来说呢, 不会那么完美。 那nLog n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虽然它是比n大一点, 但是你乘上Log n增长的速度也不会太快。 好,那我们刚看到的n平方就在这里, 你就可以发现这个是很糟糕了。 它这有颜色啦, Log n是Excellent, 然后绿色是Good, 那n是Fair, 所以n只是Fair, 就是OK, 但是不是特别好, 最好是比n小一点。 然后再来呢, 这个Bad橘色, nLog n其实比较差一点。 horrible, horrible就是非常糟糕。 n平方就非常糟糕, 你根本没有办法处理大量的资料。 那它还有更糟的, 2的n次方, 或者n阶层。 好。 那我们来介绍最基本的资料结构就是Array。 Array是照着顺序在 这个记忆体面排列资料。 这有个范例, 我们现在, 假设我们新增了一个叫Int Array。 那前面这个就是资料的行别嘛, 那Int是整数。 那编译器呢, 看到这个Int就知道说, 这个Int呢, 是32bit, 所以4个byte。 那它就在自动在记忆体排, 它会自动跳号根据你的Data Type。 它如果是Int的话, 它就是加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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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每次4个byte。 它会看你前面这个Type去决定你需要几个byte。 所以编译器会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那5代表说, 里面有5笔资料。 那0呢, 是指向一开始的这个记忆体位置。 那记忆体位置是作为系统帮我们分配的, 那我们现在假设它被分配到100。 那加1的话呢, 它就变成104。 再加2就变成108。 那实际上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Index去存取对应位置的资料。 那我们这里有个范例, 我们先入一个Array。 我们先有个Class叫做ArrayDemo。 那这里有个ManFunction。 那我们入了一个ArrayDemo之后呢, 我们先入一个Class。 因为我们这个Man是StaticFunction, 我们要入一个Instance。 入一个Class才可以使用。 然后我们有一个Function叫做Summation, 就是把所有Array的资料加起来。 那这个ArrayCore谱代表说, 你是一个指向, 一个指标指向Array的指标。 那我们把这个指标传给我们的SummationFunction, 然后去存取, 从0存取到5。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呢, 把里面的5个词都加起来。 好,那当然这个程式呢, 它没有做错误检查。 假设你今天传进去不是5, 小于5的话你就会有危险。 因为它这边印射到5。 不过我们这边只是为了让大家看一下存取的方式。 好,那这个加起来就可以算出它的总和, 然后印出来。 那Array呢, 那Array呢, 是一个最常用的资料形别。 在Java中, 我们可以创造不同Data Type的Array, 比如说这个StreamArray。 那这个StreamArray呢, 我们可以第一个New这个里面一些资料, 我们可以给它自传。 Nexus, B&W, Benz, Tesla。 那这个特色是它的长度也不同。 一般来说Array呢, 比如说AntiArray或是FloatArray, 它的大小要一样嘛。 但是这个StreamArray我们只是纯向它的指标啦。 所以呢, 你这个长度, 自传长度可以不同。 那其实用Array的话, 你可以呼叫它里面Java里面有个点Late, 所以它会告诉你, 里面有几个, 里面有几个资料集。 那个Java, 因为Java是Cast, 所以它可以这样做。 7++没有。 那所以你刚刚像前面, 是斜实是5, 就不好, 你该把它改成这个Length。 使用这个Length来判断说你Array有几个资料在里面。 那这边只是就是把里面所有资料印出来, 所以它从I等于0到i, 然后Cars.Length, i++。 所以Array都是从0开始的。 那Java呢, 有另外提供一些Array的处理方法, 比如说Stream, 然后一个冒号, 那Cars就是把所有的Cars都印出来。 那除了一维的Array, 我们还可以定义以二维的Array, 或是多维的Array, 那就是多个框, 我们可以一直框下去。 那这很适合用来表示矩阵, 就两个框。 那如果我们要做矩阵乘法,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第一个呢, 我们有两个, 两个AntiArray, 那第一个Array是1234, 第二个是567。 那它们长度还可以不一样, 所以印出来的时候, 你用它的这个位置来印。 好, 那其实在记忆的话还是排成连续的啦, 但是就是说我们人类在存取的时候, 我们心中会有一个二维Array, 或三维以上的这个概念。 二维叫Matrix, 三维以上就叫做Tensor。 那这个三维以上的资料呢, 在人工之文里面很常用。 那使用的方法就是, 你就是多几个框, 然后记得你, initial的方法就是用这个, 夸奥把你的资料夸起来, 然后用一个逗点做分割。 那这个可以做出, 以此类推三维, 就是再多两个框, 然后再用逗点分割的资料。 这个是MultiArray的Create的方法。 好,那我们来看Array的复杂度。 Array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通常我们会分AverageCase跟WorstCase。 不过一般来说, 它们两个都是很像, 几乎一样。 在Array呢,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你Access的时候的时间是固定的, 你要存取任何一笔这样的时间的固定, 你只要把Index传给它就好了。 因为它是照顺序牌的, 所以它这个存取的复杂度是1。 就算你有1万笔资料, 你要存取第500笔。 你只要把Index499传进去, 你就可以马上取得那笔资料。 所以它的复杂度就是1。 那Search呢, 你要找到其中一笔资料, 要多久的时间。 一般来说, 我们要把所有资料看过一次。 才会找到这个资料。 所以它的复杂度是跟N乘正比的, 你的资料越多, 要花时间越多。 那你可能会说, 我有可能有运气很好, 看第一个找到资料怎么办? 那不就是1吗? 或者是我找了10个就找到了, 那运气不好看到最后一个。 那我们要怎么样考虑各种情形。 那如果我们之前说过, 这个Time Compressor T 它是不考虑呢? 它只考虑增长的趋势, 它不考虑你一般特殊的状况。 所以像这种运气很好, 你第一笔就看到, 它是不考虑的。 那它也是写Big O of N, 然后就代表说呢, 正常的状况下。 所有状况下就是你的资料量越多, 你要找的时间越多, 所以它是跟N乘正比的。 那基本上呢, 你要插入资料, 或是删除一笔资料, 它也是用N来代表。 所以这边看, 不如它分成Average Case 跟Worse Case, 但是它们两个是一样。 那如果是Search, Best Case, Worse Case就是你所有的值都看过, 还是N。 Best Case, 你看到一个就看到。 一般来说, 我们比较Care这个Average或是Worse Case。 接着我们来介绍Linked List。 Linked List的顾名思义就是 一个一连串, 一个List的资料, 然后它们直接用指标连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群资料的组合, 但是呢, 这些资料它并不是自动连续在Memory里面存。 它并不是像Array一样, 排得好好的放在Memory里面。 不同之处, 照理它每一个资料要配一个指标。 然后它有一个Head的指标, 先指向第一笔资料。 然后呢, 第一笔资料呢, 会在指向第二笔资料在记忆体中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在哪里就布定, 可能会跳来跳去。 那如果你后面已经没有知道, 你就是Nu。 那它这样就像一个粽子一样串在一起。 指向第一个粽子, 第二个粽子绑着绳子。 第二笔资料, 第二笔资料在指向第三笔资料。 所以它多一个Pointer去指向它的下来的资料。 那它是用link, 用这个指标link在一起, 所以称为link list。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link list和array有什么差别呢。 第一个呢,link list是一个动态的, dynamic的data structure。 它只有需要的时候才新建新的data node。 那没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就是完全没有资料, 不占空间。 你就只有一个空的这个root。 跟指标root pointer指向下一个位置。 这样array呢, 你要使用前你要先预设预留一段空间。 那比如说你预期你未来最大会使用的data是100笔的话, 那你就要先把array new一个size 100。 所以这方面来讲呢,link list是比较有弹性的。 那它也比较能符合目前的需求, 动态的去新增所需要的资料。 所以第一个好处是你不用怕你的资料会不够, 因为你可以一直动态新增。 你不用说为了怕, 我本来预期有100笔, 未来跑出了200笔怎么办。 这件事就不用特别去处理。 link list可以动态, 等你200笔就增加成200笔。 300笔变300, 知道你的memory用完。 那再来它的这个插入和删除是非常快。 只要你知道指标的话, 你的插入和删除都非常的快。 那不过你要找到你要插入和删除的位置, 你还是要去搜寻。 所以呢,一般来讲呢, 它资料,memory, 在memory的使用上是比较有效率的。 但是呢,有个问题。 虽然link list可以动态的新增, array需要一个pre-allocated memory, array需要预设好预留一段memory, 而link list相对来说可以动态的新增。 但link list每一笔资料都要配一个pointer,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每一笔资料都要配下一个data的pointer, 所以这方面来讲, 它会占用到比较多的, 它会有额外的pointer的memory消耗。 所以对大量的资料来说呢, 那个link list 反而呢, 它每一个都要pointer的话, 会占用不少memory。 所以它是不是比这个array更有效率, 要看状况。 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比较喜欢array, 然后呢, 我们会去做一些动态array的设计。 另一方面, 你也可以结合array跟link list, 你可能就说, 诶, 我这一个list的资料, 它是刚好是100, 存比较大的资料量, 100个array, 然后呢, 我们再有个pointer指向下一个array的位置。 这样既可以动态新增, 然后又可以有array的效率。 这里是link list的时间复杂度。 那你要存取都是n, 你要去读一个资料, 你就要从root开始去找, 对, 所以呢, 它是n, search也是n, 但只有说, 这个insert和delete是1, 当你知道指标的时候, 你可以很容易的更改的指标, 我也是可以把这些资料插进去或删除。 但是在这之前, 你还是要用n的成续去找到它嘛, 你要先找到这样才能删除和delete。 所以基本上呢, 在link list上找的资料是要耗时间的, 不像array, 你只要把index给它, 马上就可以存取到对应的资料。 现在我们来用java10做一个link list, 那这个范例是从algorithm来的。 首先我们先new一个class,node, 那里面只存一个int的资料, int value, data value, 然后呢, 我们需要一个指向下一个的pointer, 指标, 那这个指标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class, 在java里面class就是一个指标, 所以我们又建立了一个node的资料, 的class, 然后呢, 它是名字叫做next, 那这样子在新增的时候, 我们只要new一个新的class, 然后再给这个next的class指标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第一个是constructor没做任何事情, 那第二个是这个constructor传一个value进来, 传一个value进来。 然后呢, 我们就用list, 把这个值传进去, 把对方传下的int给我们的value, list value。 那第二个是什么? nual, 那我们呢, 把这个nual的pointer传进去, 所以这个function其实是在call这个啦, nodeint, 然后nodenext, 主要是这个constructor。 那这个呢, 它第一个就是新增一个资料, 然后吧, 就是新增一个node之后, 使用者把资料传进来, 所以我们把value存给这个value。 那另外一个呢, 你可能使用者会传说你要指向的下一个位置是什么, 所以它也接收了一个class的pointer, 然后把这个给这个list.next。 那这是一个, 这个constructor接受两个变数, 一个就是资料, 一个就是下一个next。 那如果你的, 你只传了一个value的变数, 你下一个没有东西, 那我们就, 就只有一个input的value, 我们把这个value的据与, 历史就是呼叫一个这个function, 其实它就是呼叫这一个function, 那就是呼叫下一个这个function。 那差别在于它, 因为没有, 使用者没有传另外一个node是什么的指标进来, 所以我们就用node代替。 那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 预设class的pointer也是node啦。 那如果还有给value, 它就预设把这个值改成node。 所以这个是这个algorithm上面设计的class node。 那接下来我们要设计这个link list的功能, 的function。 主要就是insert和delete, 插入和删除。 那一个呢, 我们最重要就是insertnf的function, 就是在哪一个position呢, 去insert。 另外呢, 我们还有inserthead, 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插入, 一开始的时候插入, 你只要改定一个指标就好。 不然我们就要呼叫insertnf location, 那我们会先顺着指标去找, 找到第n个, 之后再把它插入在对应的位置。 那对应的话, 没有这个deletehead或是deletenf。 那这个insert实际上是差在最后一个, 那delete也是删除最后一个, 所以它就没有特别注明。 它也没有位置, 所以它预设又是最后一个。 所以呢, 这个inserthead和这个insert, 一个是头一个是尾, 它们都可以用insertnf这个function来处理。 所以它们两个其实是, 里面是呼叫insertnf。 那同理这个deletehead跟delete, 它们也是一个头一个位, 然后它们两个都可以用这个deleten来实作。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看这个insertn和deleten要怎么去写它。 接着我们来看insertnf, 就是xidn的资料。 那首先我们先check它这个position是不是合理的, 有没有超出我们这个linkedlist的范围, 那这个在thealgorithm没有实作, 我们就不仔细介绍了。 那再来我们先通过了这个检查之后, 我们先new一个data, 这是我们要新增插入的node, 然后先new一个node, 这样我们就有memory的位置和这个资料。 资料也存在这个node里面了。 接着我们来看呢, 如果head是no的话, 代表这个list是空的。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head, 把这个新的资料给head, 然后增加一个size就结束了。 那如果呢, 我们的position是0, 其实它也是inserthead。 那这一段其实跟前面一样, 你把head的新的node指向head, 然后再加一个就结束了。 唯一的差别是你的new node的next, 要等于你目前head有指向的指标。 因为你现在后面可能有很多资料, 后面其实有很多资料。 但其实前面这两个是可以合并的啦, 因为你如果head是no的话, 你似乎不用特别检查。 如果head是no的话呢, 你虽然把head额塞给node.next, 那new node.next本来预测就是no, 所以这两个code其实是可以合并的。 不过呢,它这个实作上还把它分开来, 所以有时候为了比较清楚的话, 它会把它分开来。 因为程式编译过后, 可能效率是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呢, 人会比较好理解。 当然你可以避免一些状况就是说, 他的position是错的, 你head是0, 那你还是可以新增。 但是你因为前面就有check boundary,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可以合并。 那如果不是0的话, 我们就要去找到第n个位置。 那找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呢, 我们先new一个point指向head, node.current等于head, 搜寻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呼叫next, 把next指向current, 然后下一次再呼叫current, 然后找n-1次, 因为position0, 对, 到这个positionn-1次。 所以它position如果是1的话, 它这边有-1, 所以它position如果是1的话, 它这边是没有知心的, 它还是在head这里。 好, 那它插入是插在这个node的前面。 所以呢, 接下来它就是把这个node.next指向current.next, 然后呢, current.next等于new node。 对不起, 它是插在后面, 所以你这个current的, 我们以假设它是第一个, 对不对, 假设你的input是, position是1, 好, 那你如果是1的话呢, 如果是0就不处理, 就直接插在前面就结束, 那如果是1的话呢, 首先这个current是head, 那你就插在head的后面, 所以position是1, 因为这边是1-1.0, 那i小于0到, i等于0到i小于你不会执行, 然后呢, 你这个current.next就等于, 我们现在的new node, 那new node的next呢, 会等于current之前指的那个位置, 那你要先把它之前指的位置, 给你目前指的位置, 先把这个current, 目前的这个node的下一个位置, 存在你的new node的next, 再把new node的erside给current, 如果这个顺序反过来的话, 你这个前面的current.next, 就已经被new node洗掉, 你就没有办法记忆了, 那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好,那接下来你就把里面所有的资料加加, 就结束。 那接着我们来看删除一个node, 那一开始一样先检查, 这个是不是位置是在0和这个n-1之间, 你确认你的position是不是正确, 然后接下来如果position是0的话呢, 你其实是要删除node, 那你先new一个point, 叫做destroy, 它等于head, 然后呢,head等于headnext, 那因为java会自己替我们做资料回收, garbage collection, 但是我们要告诉他我们要回收, 告诉他方法就是把我们现在这个node的设成node,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原本head指向的资料设成node, 那这个java的garbage collection才会去工作, 把这笔资料清掉。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把资料减1嘛, 减减就是删除, 因为我们删掉一个资料。 OK,那如果你不是第一个position的话呢, 同理你也是要不断的去搜寻到你的那笔资料位置, 所以就一直去呼叫这个current.next, 等你找到这个要删除的资料的位置后, 你先把这个destroy.next记起来, 所以我们是要删掉我们目前的位置后的后一个, current的下一个。 那重点是你要把要删掉资料的下一个指标给存起来, 所以你先把current.next.next, 这个目前指向的下一个, 下一个变成目前的next, 然后再去把你current.next, 要destroy这个指标删掉。 先把next的指标存起来, 然后把next.next存在你的current.next, 然后再把destroy设成no。 这样子就可以删掉你目前位置下一个的资料。 接下来我们来看stack, 那stack其实是一个存取资料的规则, 它并没有规定你一定要用array或是linked list来实作, 我一般来说用array是最有效率。 它的规则是这样子, 你资料呢会进来会先存在memory里面等待使用, 但是它呢, 当你要使用的时候, 它会先rest in, first out, 比较晚进来的会先出去。 就好像你坐电梯这样, 你一开始先资料进来, 它先把它存起来, 人要进电梯先放在电梯里面, 但是呢, 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呢, 你一定是后面进来的比较靠近电梯门, 所以就是后面进来先出去。 那这个叫做rest in, 最后一个进来, first out, 第一个出去, 就叫做leave for, 那把这样子放进来的动作叫做push, push, 那这边我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先push data1, 就存在这个stack里面, 然后接着又push2, push3, push4, 就会这样叠起来。 所以push呢, 就是一直把这个data存在我们的stack里面, 之后它满了为止。 那另外一个相对的东西就是pub, 就是把这样子吐出去。 stack有以下几个基本的操作。 第一个是push, 把资料呢, 存到这个stack里面。 那相对就是pub, 把资料从stack里面删除。 但它遵循的规则是rest in, first out, 后进先出。 再来呢, 你要check说你这个stack是不是空的呢, 或者是它是满的。 isempathy的话就是, 看这个stack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它就会回传true, 不然就会回传false。 那isful呢, 相对就是check它是不是满的, 是不是到哪里最大的容量。 如果是的话就是true, 不然就是false。 另外一个功能要做pick, 就是呢, 可以看一下你上面最, 最上面要出来的指标是什么。 那这个pick呢, 它并不会删掉资料。 有时候我们只想确认一下, 你这个最上面的资料是什么。 那我们并不想把它删掉, 我们就用pick, 我们就用pub把它删掉。 那最后一个conf就是说, 你现在整个stack里面到底有几笔资料。 那我们就会呼叫conf, 来看我们现在所有的资料数目。 那一般来说, 实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指标, pointer叫做top, 它会指向你目前的最上面那一层的资料。 那假设我们用array来存取的话, 那它就是array的index。 那一开始它是-1嘛, 那就是代表它没有资料。 那如果呢, 你今天新增了一笔, push一个10进来, 那你的指标指向第一个位置就是0, array的第一个位置。 那push第二个位置就一直累加下去, 你的point又一直往后移动, 一直增加。 那假设我们在push一个20进来, 我们的top就变成1, 然后push30, top就变成2。 那一直push, 再push一个40, 那top就变成3。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top pointer来控制我们的那个stack里面资料的数量, 然后呢, 完成我们很多pub啊,push或是pick的各种功能。 那假设我们的stack size只有4, 那top等于3的时候它就满,对不对? 那如果有人要再push就失败。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pub, 把图出去。 那我们pub40出来, 那就回旋40, 然后-1, 指标-1, 那top30指标-1, 我们可以不断地pub直到它变成mt。 那我们指标变成-1的时候代表东西都pub完了, 我们这个stack里面是空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用array10做stack。 这边这个algorithm有一个叫做stackarray的10做class。 那这个stackarray呢,第一个它default的compensity。 那array的预设大小, 这边用一个staticfinal的变数存取是10, 所以它预设大小就是10。 那另外呢,它的data存在intstackarray里面, 所以它也只能存int。 那另外我们给它一个top, 它不见得是真的指标, 它只要记录你现在目前的index, 你目前的最上面那层的data的id是什么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个make size也是我们最大的容量。 那差别在于呢, 这个final等于是一个长处不能再改。 所以如果你没有传最大容量进来的话呢, 它预设就是把这个defaultcompensity传进去。 传到下一个constructor里面。 好,那如果你这个使用者想要自己定义的stacksize有多大, 你就可以把这个数字传进来。 好,那ok,那传进来之后呢, 就会把这个size记录在maxsize里面, 然后我会new一个stackarray, new一个array给stack用。 那就是用这个maxsize的大小。 然后开始initial我们的指标,top等于-1。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push function。 push function就是要把一个子存进来嘛。 那第一步先check, check我们是不是满的。 如果不是满的话, 我们就把指标加加, 就移动到下一个。 然后把目前的指标, 把值存到目前这个idindex的位置。 就把它存到目前array对应的位置。 就是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一开始是-1嘛, 那第一次这样, 我们要先加加, 然后再呢, 把这个值给它。 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那如果它是fool的话怎么办呢? 一般我们可以return, 不管它return false,对不对? 那实际上呢, 这个algorithm实作方法, 它会去做resize。 它会把这个array的size变大乘以2。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一般array是可以动态增加的, 看你的成是什么设计嘛。 就是把旧array删掉, 然后呢, 再有一个新的size, 然后把这条call in去。 你以为它应该先新增一个size, 新增一个array, 然后比较大。 那一般常用的方法就是当满的时候, 就是把它乘以2。 这是一般常用的方法。 那你就把原本的这条call in去把原来的array删掉就好, 这样就可以动态的把array变大。 然后它resize完之后, 再push value进去。 所以它这样就不会有, 你一开始stack太小不够用的问题。 它这个stackarray是会动态增加的。 等一下我们看它会动态的减少。 那pop我们只要呢, 把top目前的值传进去, 然后再剪掉就好。 那这个可以简化为一行。 所谓的剪剪写在后面就是说呢, 先把top的值传出去后再剪剪。 那这个很重要, 你写在前面跟写在后面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如果你写在前面呢, 你就是错了。 你要先把目前的这个值呢, top传具给这个stackarray, 然后再剪剪。 那另外我们当然要先check说, 你这个是不是空的, 空的我们就不能这样做。 通常来剪剪的话就会有问题, 还会变成-2。 那check方法很简单, 就是检查你的top这个index 现在是不是等于-1, 如果是的话, 现在就是空的, 是empty。 那另外呢, 如果是peak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stack, 这个top传出去就好了。 那我们不检检了,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 peak就是偷看, 就是看一下的意思。 我们要看一下, 上面的内容我们没有要pub。 那如果它是empty的话, 就印出这个stack is empty, can't pick, 然后return-1, 就可以了。 不过它这样写有一个缺陷, 因为它印这个字串是给人看的, 那你程式嘛, 是不知道。 假设你今天写一个程式, 要peak, 结果它传-1回来, 那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是, 如果你不检查的话, 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原本里面传的是-1, 还是说它现在已经空了, 所以传-1回来, 对不对? 所以你在call之前还要自己call is empty, 这个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peak写法。 比较好的话, 它可能要throw一个exception, 就是一个exception, 这个stack empty的exception。 提醒, 使用它的人, 你的stack是空的。 我这边只是为了简单的介绍一下, 实作的方法, 所以它并没有写得很严谨。 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呢, 写程式是千变万化, 但是写的时候要非常注意, 才可以写出良好的程式, 最后我们把前面的函式加起来, 跟这个stack array合在一起,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stack array的程式嘛。 那第一个呢, 是这个isEmpty, 就是checking是不是, index是不是-1, isFool的话是top加1等于maxSize。 那另外一个呢, makeEmpty就是直接清空, 直接把它指标变成-1就好了。 那再来有这个size, 就是回传里面有多少资料, 记得要-1, 因为我们的index从零开始, 所以我们returnSize要top加1。 这边一样也是, maxSize也是top加1。 再来resize, resize就是先新增一个 我们新的大小的array, 然后记得把值扣过去。 那里面你stack有多少资料, 就把它扣过去。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再把这个新的这个array的值, 上来给我们原本我们自己的stackarray, 我们class里面的stackarray。 最后再把新的size给maxSize。 那它这边没有把它摄入, 摄入可能可以加强这个早点资料早点回收, 在garbagecollection去回收资料。 没有做的话, 这个garbagecollectory应该做得好, 也会自动检查没有用到, 然后把它清掉。 好, 那我们这边可以做个简单的测试的小程式。 对, 那我们就lue一个stackarray, 先确认它是不是empty。 那assert就是它要是true, 那因为它一开始empty, 然后assert它是不是不是for, 所以检查这两个方式正不正确。 接下来就push四个字进去, 然后再检查isempty isfor, 那现在isempty要是force, 然后isfor是true, 然后在pick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值, 最后一个只是9, 然后在pub, 然后在pick, pub完就是pick, 就应该是第二个2。 然后呢, 再检查一下你的size, pub一个之后变多大呢? 应该是3, 对, 因为四个pub掉一个。 那用这个简单的程式, 你就可以检查一下你的function正不正确。 那如果错误的话, 这个assert就会fail, 因为你的比较之后会变成force。 学会了stack,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之前我们一直在计算机想做, 却没有做的功能。 就是先乘除后加减。 那先乘除后加减在英文里面是什么? 它简写为pMDAS, pMDAS, 是pervices, 瓜糊, exponence, 指数, mumplication, 乘法, division, 除法, endition, subtraction, 加和减。 所以它是把所有的运算值的先后顺序都缩写成一个。 它不是直接像我们一样叫做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它一开始先括号, 后指数, 再来是乘除, 然后再来最后才是加减。 pMDAS。 那我们要怎么样用stack来做先乘除后加减。 其实它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个, 我们要把infix的表示方法变成post fix。 那什么是infix呢? 什么是post fix这个范例? 所谓的infix就是你运算值加减乘除, 它是在两个运算源的中间。 所以它叫做infix。 这边的范例就是三乘以四加上二乘以五。 运算值operator,运算源operant。 那如果我们不特别处理的话呢, 电脑看到这个四就早上去算, 三乘以四是二, 然后先加二, 然后再乘以五。 那我们现在希望可以做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我们把这个infix转成post fix, 然后考虑这个运算值之间的priority, 优先顺序。 那post fix看来就是这样子。 它主要的关键在, 它现在把运算值加减乘除, 移到了两个运算源的后面了。 在后面,所以叫做post fix。 这边呢,它可以看到, 第一个看到input是3, 再次input是4, 然后呢, 它接收到两个运算源之后, 发现运算值乘。 它就知道先把这两个乘起来, 然后再存进去。 然后接着呢,它又变成2和5, 然后乘。 对,然后它又先把这个2和5乘起来, 变成10, 最后一要加, 就把10和5乘起来。 所以用这个post fix搭配stack, 神奇的地方是它搭配stack, 我们就可以达到先程组的后价件。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怎么样去evaluate这个post fix, 然后再来看怎么把infix转成post fix。 那这边有个用stack的方理价, 这是我们直接有个stack在中间, 这是我们input的运算, 然后input的这个post fix的formula。 首先呢, 它是空的, 那我们先把第一个资料push进去, 是3, 然后再把第二个是4push进去, 那stack里面就是43, 第三个比较特别的预料的运算值, 乘法。 要乘法是我们要紧拿stack里面的资料, 然后去把它们做运算, 然后再把运算结果push回去, 结果就是它用pub, 遇到运算值, 要pub两个值出来, 然后做完再push回去, 就变成3乘以4, 你12再把12push回去, 所以在下一个你的stack里面就变成12, 12之后呢, 你看到运算元, 那是数字就继续把它push2push5, 最后你的stack里面就有三个数字, 5,2,12, 接下来就连续两个运算值来乘法, 那乘法的话, 你就先pub两个值5和2, 然后乘起来放回去, 就变成10, 那你最后就变成10, 然后又遇到一个运算值, 然后再把它两个pub出来, 然后push回去, 变成22, 最后你的答案就会在stack里面, 有没有很神奇, 运用这个post fix和stack, 就可以拿到先乘除后价件, 就是你先看到数字, 就先把它放在stack里面了, 当你遇到运算值来的时候呢, 运算的时候呢, 就pub两个值出来, 算完再把它push回去, 一直重续这个动作, 你就可以完成先乘除后价值, 不过关键在于是, 你要怎么把in fix转成post fix, 他这边就是先把乘法放在前面, 所以他也知道要先做, 然后呢, 再做加法, 所以关键是, 你in fix要怎么成功成post fix, 并且有考量这个运算值的先后顺序, 那要怎么把in fix转成post fix呢? 一样也是用stack, 那我们来看范例, 这个范例是k加l减掉m乘以n, 加上夸虎o的p次方, 所以呢, 他把所有pemds的operator几乎都放去了, 好, 那我们要怎么用stack呢? 来看这个范例, 首先我们input, in fix的finger是k, 那如果是数字的话呢, 如果是operant, 运算员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运算员印出来就好了, 那如果遇到运算值, 这个加号, 那我们就要把它第一个先放到stack里面, 那如果是运算员, 那把它印出来, 好, 接着这个重点来了, 我们看到了第二个运算值减号,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去跟stack里面的减号比一下我们的优先顺序, 如果我们优先顺序一样的话, 或是比较小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里面的这个挤出来, 如果一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正号pop出来, 然后把负号放进去, 所以我们就变成kl加, 好, 那接着我们就看到m, 没有问题, 那就直接印出来, 那重点第二个来了, 我们又看到了第三个运算值, 那这个运算值因为它的这个priority, 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pop了, 我们把它叠上去了, 我们push进去就好了, 因为我们跟这个负号相比呢, 它是比较高, 我们就push进去, 所以它这个stack呢, 它就变成这个, 里面有两个值, 一个减一个乘, 那接下来又是n, 我去把它印出来, 然后再来呢, 第四个运算值来了, 加法, 那这个加呢, 因为它比这个x priority低, 然后又跟负号一样, 所以它就要把里面的两个运算值都pop出来, 所以我们先pop出乘号, 因为它的priority比加号高, 就pop出来, 然后再pop负号出来, 然后现在把加号放进去, 所以你就得到了第一个postfix的值, 对不对? 所以重点就是利用stack先把运算, 比较低的先存在stack里面, 运算高就叠上去, 好,那之后遇到新的运算员, 新的数字进来后, 你就先把这个priority高的pop出去, 就得到这样的结果, 对不对? 这样的postfix呢, 我们就可以达到先存出后加减的功能, 那以此类推呢, 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挂呼, 挂呼比较高吧, 对不对? 所以它就放在里面, 然后接下来我们遇到O, O就印出来, 然后呢, 再来遇到什么呢? 这个指数, exponential, 指数呢, 其实是比这个挂呼低的, 挂呼的priority是最高的, 那这边挂呼比较特别是呢, 那挂呼他一定要遇到另外一个对应的挂呼, 左挂呼应该会遇到右挂呼才把里面的pop出来, 所以挂呼这边会设置一个断点, 就是你挂呼里面一定要先处理, 所以你无论高低, 你就先把这个operator放在挂呼上面, 直到呢, 在一个p, 你又一个运算圆进来, 又把它印出来, 那直到你现在遇到了这个右挂呼, 那你就把所有挂呼里面的operator都pop出来, 所以这个范例呢, 告诉我们怎么把in-fix转成post-fix,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计算机升级成为科学计算机, 可以做先程度后加减。 那我们唯一所用到的资料结果就是stack, 虽然stack一开始看起来非常容易, 只是说后进现出, 但是实际上可以完成一些很复杂的动作, 非常的有趣。 这里就是in-fix转成post-fix, 用java实作的范例。 那第一个呢, 你要先确认它是不是balance, 就是你这个跨谷, 有没有缺跨谷, 什么之类的, 如果没有的话, 先搜一个exception出去。 如果正常的话, 接下来可以开始了, 那output先做一个stream builder, 然后stream builder才能动态的增加这个stream的size。 接下来我们new一个java里面本来就有的stack, 那这个stack它比较特别的是说, 它有一个这个箭头的挂户, 那这个代表说你可以指定说, 你stack里面要存的资料的形态。 这个叫做template, 它可以再传进去你要传的资料形态。 那我们之前都是写实的, 你如果里面只要现在是int, 那我们的stack就只能存int。 那这个太限制了, 因为我们现在呢, 我们主要是要用来存文字, 存我们的operator的运算值, 那它是文字。 所以我们可以用java预设library, 然后用这个template, 然后把这个character传进去, stack, 等于new, stack, 挂户。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operator的stack可以运用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infixed expression, 第一个先转成character, 然后就是我们要一个一个的去看它的文字, 看它里面的这个字元。 那字元进来要先检查说它到底是不是later或digit。 主要是检查它是不是数字, 因为我们没有文字。 那如果是数字的话, 就直接把它输出就好, 照样输出就好, 所以我们就append到这个output的stream builder里面, 一接下去。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它是不是夸弧啦, 对不对? 那如果它呢, 是左花弧, 那你接下来就是先把它push进去。 那如果是右花弧, 你就要去不断去寻找这个左花弧了。 然后把他们之间的东西所有东西都pub出来就可以了。 就append出来,append在这边。 然后最后找到之后, 你还要接完之后, 你要再把这个左花弧pub出来, 那就不用存, 你就pub出来就好了, 把它删掉。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检查了这个stack里面的资料。 第一个先讲它是不是0, 那不是空的话呢, 我们就先检查我们新的element。 新进来的element的这个优先顺序。 当然我们有个function, 我们这边没接到在后面, 它就是要检查这些operator的优先顺序。 那如果你的优先顺序比较小的话呢, 那你就要先用pick检查一下。 那如果你优先顺序, 你新的优先顺序比之前的operator小, 那你就要把它pub出来, 对不对? 就stackpub。 那这个动作是一个连续的动作, 直到它是空的, 或者是你桌比它小的, 都pub出来。 那你刚有机会, 你会一直pub到空的位置, 对不对? 刚刚不是有个加进来, 就要把里面的乘或是减都pub出来。 你不是只有小的, 那等于的你也把它pub出来。 因为如果你的运算顺序一致一样的话, 优先顺序一样的话, 你就是照顺序, 照进来的顺序。 那你把里面的东西都pub光, 你再把自己push进去, 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code就可以把infix转成postfix。 最后再把stack里面剩下, 通常会剩下一个operator, 把stack里面的东西都pub出来, 结贷、拗户了, 就结束了。 就成功地把infix转成postfix。 那这边就是这个precedence的function, 去确认这个operator的priority。 那就用数字大小来比啦, 就是return priority, 最低就是0,加减, 再次乘主1, 再次是指数2, 不然default就-1, 但那个夸谷另外处理。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比数字大小。 然后他用这个maymoge去做assert的减长, 他就先写好一个postfix的值, 然后把infix转成postfix, 把3加2转成这个32加, 把它看起来有没有一样, 这个stream有没有一致不一致外就错了, 一致就正确。 那123加加就是1加夸2加3, 再来就是34加5乘6, 就是3加4, 这边也是有个夸谷。 看看有没有先加, 有夸谷就先加, 不是先乘, 然后再变成乘5, 减6。 这个就是infix to postfix。 接着我们来看queue, 那queue跟stack不一样, queue是先进先出, first in first out, 所以又称为buy for。 那queue呢是一个注列, 那一般来说它就有两个point, 一个是指向前面, front的一个是指向rair, 那插入呢就是一直插入在后面的insert, 那称为enqueue, 所谓insert, 它这个插入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enqueue, 在queue里面。 那front删除了delete的话, 它有一个名字叫做dequeue, dequeue, ok。 好,那queue呢, queue的这个time complexity在这里, 那它的access或search呢, 它其实都是要en个, 要看过里面所有的才能找到, 或者是去存取, 但是它删除跟插入都很快, 前后,inqueue或deque, 是一个动作就可以完成。 那queue也是一个很有用的结构, 那像比如说在网务传出讯息, 那你如果讯息对网务来不及处理, 对不对,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queue里面, 先进先出嘛, 先到的讯息先处理, 来不及处理就放在里面, 所以可以用fifo当作一个buffer, 那是queue的作用。 所以一个标准的queue有以下几个功能, 第一个是enqueue, 就是当一个资料插在一个queue的最后面, at the real end of the queue, and the queue是delete, 删除, and the return data from the frontend。 那因为先进先出嘛, 所以先把前面的头删掉。 pick呢,again, 跟这个stack很像, 就是return top element, 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 但是不删除。 那stack是看最后一个, pick是看第一个进来, queue是看第一个进来。 那也一样有这个is full或is empty, 那如果是复合的话, 又有个queue的名字叫做overflow, 就是满。 那如果是empty, 比empty已经空的话就叫做underflow。 那我们一样可以用array来实作queue, 这个front的编号跟rare的编号。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queue视为一个circularqueue, 就是一个不断的循环, 一个圆形的资料, 资料储存的资料结构。 那假设呢, 我们今天有无比资料进来, 然后满。 然后接着呢, 我们的dequeue, 删掉前面几个。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front就变成3, rair变成4。 那这个时候呢, 假设再有一个字要进来, 我们就不需要把这两个移到头去, 我们就直接把rare绕回去, 直向0就好了。 那运用这个circularqueue的话, 我们就可以更有效率的运用array。 那我们array一样呢, 其实还是一个从0到4, 这5个array的边, 是找顺序的。 那在我们心理上, 我们可以呢, 碰到尾巴的时候呢, 就把它绕回到第1个0, 然后心中把它想像成一个, 圆形的资料储存结构, 称为circularqueue。 好,那变成circular的关键是什么呢? 其实呢,它的差别就在于说, 当你达到maxsize的时候, 你就要绕回变成0。 那我们可以用mode取余数这件事情来达成。 那当你这个rare, 下一个新的资料进来的时候, 那你下一笔呢, 如果小于maxsize, 对? 假设maxsize是10, 那你假设是0到9, 那你最后呢, 你的1到9的话, 那你除以这个10, 你还是1到9, 对? 然后直到你这个rare的size变成10的时候, mode的这个maxsize就会等于0。 所以当你加1变成10的时候, 你就会自动绕回去变成0。 所以它唯一的这个技巧就是要取余数, 除以这个maxsize。 这个百分比的符号就是取余数的意思,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这个百分比的符号。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classQ, 那classQ第一个也是有default的大小, compensor体是10, 然后再来它有时候maxsize, 然后它的array, databomb的地方,qarray。 另外它现在就有两个index, 一个是front, 一个是rare, 然后里面有几个items。 好,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rare是-1, 然后front是0, 代表里面没有资料。 接着呢, 这边如果要插入一个资料的话, 对不对, 我们要enqueue的话, 那是从rare, 那我们必须第一个先把rare的index增加, 那当然我们要先确认它能不能增加它有没有复复。 以复复的话, 其实它是用nitems来做记录, 那要检查nit怎么复复。 那如果复复的话, 你就returnforce, 表示insert失败。 那不然的话, 你就是rare-1, 然后mode, mode, 这个, 取义速称为mod, mod, mod, max size, 就可以了。 然后就把这个新的index的值设计去, 然后items++, re-2, 就完成了这个insert的动作。 那删除呢,remove, 就先检查是不是m的t, 那如果, 呃, 如果释怀return-1, 那再来呢,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 呃, 目前front, front的值, 传出去, 然后再加1, front的index就是往后移动一个, 然后items--, 这样就可以了, nt-- 好, 那其他的呢, 就是peakfront, 或peakrate, 然后就直接把这个对应的index的值传出去, 那empty就直接看items是不是等于0, 然后, 要不然就是items是不是等于max size, 那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个queue的实作。 那测试queue的程式在这边, 我们先用一个很小, 就是4个,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先插入, 插入这4个值, 12, 5, 3, 接着呢, 我们看看它是不是负哦,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删掉一个值, 就是10, 那就变成7, 2, 5, 3, 没有, 删掉一个值就变成253, 然后再插入一个7, 就变成7, 2, 5, 3, 那会发现这个7已经放到前面去了, 对不对, 因为呢, 这是个Circular Queue, 再加一个10, 然后加一个7, 又从这边开始, 那你可以看一下Peak Front, 或者Peak Rail, 然后把它印出来, 那Q和Stack的Compressor is一样的, 那X就是N, 然后Search呢, 也是N, 但是Insert和D就是E, 就是Constant。 接着我们来看Tree, 它是资料结构里面最有挑战的一种形态, 那每个Tree呢, 它都有一个起始的跟Node, 它称为root, OK, 所以它一开始的这个Node称为root, 那接下来呢, 它会有指标指向它的其他的Node, 那这些下一个Node就称为childNode, 只要呢, 是这个Tree指导的Node, 就是childNode, 2,3就是Tree的child, 指节点, 那这个它的2或3, 它的上一个Node就叫做parent, 那如果呢, 它们是有同一个parent, 像2和3, 它们就会称为sibling, sibling, sibling就是呢, 有同样一个parent的Node, 称为sibling, 接下来的LeaveNode, 那这LeaveNode就是你没有任何child, 就是树叶, 树叶端, 就是你接下来都没有任何的childNode, 像这些空心的, 4,9,10,11是这个LeaveNode, 那5不是, 因为5有两个child, 6也是, 6和8, 4,9,10, 6,11,8, 就是LeaveNode, 那LeaveNode呢, 它会被, 如果你不是LeaveNode, 你可以称为internalNode, 内部的Node, 那CenterNode, 就是所有的, 这个, Node的祖先, 以Node来讲呢, 这个往上找5,2,1, 1,2,5,5, 1,2,5都是这个, 10的, Ancestor, Ancestor主线, 那Descendant就是你的子孙, 就是, 你的, 另外来说你也算是你的child, 然后他10就是, Node5, 所以这有点像族谱,树状结构是以很自然的状态,常常存在于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事物里面。 树的结构有很多种,我们这边介绍最基本的 Binary Tree,也就是每一个 Node 最多就是两个 Child。 当然它可以没有 Child 为一个,但是它最多就是两个,所以称为 Binary。 Binary 的话,我们可以算出它所有的点。 每一层我们称为一个 Level,每一层的 Node,这是第一层,这是第二层,第三层。 假设你有三层的话,你最多 Node 就是 2 的三次方。 那一层 Node 是 2 的 i 四方。 比如说你这个第0层,那 Level 从 0 开始, 2 0 四方 1,那第二层是 2 的一次方。 第一层,第0层,第一层,第一层,第一层是 2 的一次方,所以有两个 Node。 第二层就是 4 个 Node。 因为它是 Binary,所以 1 2 4 8 这样增加。 那它的高度就是,所有的 Tree 的高度就是从它的 root 到它最低层。 最低层的 Node。 那这个呢,这个 Tree 这个翻译里面就是它的高度就只称为 3 。 The height of a tree is defined as the longest path from the root node to the leaf node。 它从 Node 到 leaf 的最长路径就是它的高度,它这边就是 3 。 我们来实作 Binary Tree 的 Node。 那其实呢,跟前面的 List 的 Node 也是很相似。 那这边呢,其实它就是多了几个指标。 第一个它有左边的指标,第二个它有右边的指标,所以有 Left, Right。 第三个我们可以增加一个 Parent 的指标,它可以只回去 Parent。 那这样子,如果我们要往回搜寻的话才能达到。 所以基本上它只有 3 个指标,比如一个 Binary Tree 的 Node。 那它接下来是 3 个指标,加上一个 Data。 那 Initial 的时候,我们就把传线来备就送给这个 Data, 然后把其他都设成 Node。 那以刚刚那个范例呢,它如果它是 Leaf Node 的话, 它的这个 Left 和 Right 也就是都是 Node。 那第一个 root Node 就分别指向 2 跟 3, 然后 2 呢,就指向 5 跟 6。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怎么样在 Tree 上面读取 Data。 那这个称为 Tree 的 Transversal。 我们要怎么样在 Tree 上面移动,然后顺便读取 Data。 那有三种形式,一个是 In Order, 那第二个是 Pre Order,第三个是 Post Order。 主要有三种在 Tree Transversal 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来一一的介绍这三种方式。 In Order, Pre Order 和 Post Order。 它其实都是先往左边的 Node 走。 然后呢,当左边走到不能走的时候, 再退回去,走右边的 Node。 当左边右边的 Node 走完,再退上一层再继续走。 那它们的差别在于说,你资料印出来的顺序是什么。 好,那我们来看 In Order。 那 In Order 的顺序呢,它一开始就是先走 左边,然后印出你 Root 的 Data。 然后再走右边,然后 接下来继续走到不行的话,再把 Data 印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那一开始我们先 从 Root 开始,对不对? 我们先往左走。 那我们先走到这里。 然后我们再试着呢,往左边走。 发现它左边已经没有 Node 了,对不对? 它这边已经没有 Node 了。 所以呢,我们就退回去。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 Root 的词 B 印出来。 所以我们就印出了 B 。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右边走。 那右边发现呢,它这两个 Node 都没有直,对不对? 左右两边都没有直,所以它就是结束了。 所以我们先发现左边没有,把 D 印出来。 那我们就印出了 B 和 D 。 接下来我们就往回去,往退回去走。 好,这退回去之后呢,我们发现呢, 我们已经回到了 Root 那我们现在要往右走。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 Root 的值 A 印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先印出 B 和 D 。 然后再印出 A 。 有没有? 我们就把 A 印出来了。 那接着我们就再往这个, 续续往右边走。 走了以后呢,我发现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 对不对? 我们一直往右,一直往左边走,一直往左边走。 走到 G 已经发现没有 Root 可以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把 G 印出来。 然后再退回去,把 E 印出来。 然后再退回去,把 C 印出来。 有没有? 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三个值。 G, E 和 C 。 那接着呢,我们再继续努力。 我们又继续往,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左边走完就走右边。 右边的话呢,是因为它左边有 Root, 我们再选择左边。 所以我们就印。 走到不能走,就先再印出 H 。 然后退回来印 F 。 那最后呢, 我们再走到这个 I 。 对不对? 那最后我们就把整个数都走完了。 那这个就是 IN OR 的 Transversal。 那 Pre-O 的顾名思义呢, 就是先把 Root 的资料印出来。 然后呢,再开始走。 对不对? 所以呢,一开始我们从 A 开始, 我们就先把 A 印出来。 有没有? A 马上就被印出来。 然后接下来其实走的顺序是一样的。 我们还是先往 B 走。 然后我们就把 B 印出来。 再往 D 走。 然后呢,再退回去。 对不对? 我们再退回去。 退回去之后呢,再往 C 。 再 D 。 G 。 再退回去。 退回去。 然后呢,再走 F 。 H 。 退回去。 I 。 所以呢, Pre-O 的它其实, 其实大家走的方式不一样, 只是说你印资料的方式不同。 我们都是先左再右。 然后走到底再退回去。 OK。 最后出来的答案就是 A B D C E G F H I。 那 POST ORDER 呢? 顾名思义就是先走左右都走完后, 才把 ROOT 的字印出来。 所以它这个 ROOT 里面的资料是最后才印出来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走走看。 那先左, 我们就先走左, 然后再左, 发现这边没有路走。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 这个 IN ORDER 他就要把 B E 印出来。 可是现在没有, 我们现在是 我们现在是这个 POST ORDER, 所以我们再继续走, 走到 D 没得走。 我们现在才把这条印出来, 好,所以我们先印出 D。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退回去。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印出了 B E 来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 左边和右边两个都走到不能再走, 才把这条印出来。 接着我们就退回去 A, 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印出来, 因为我们还没有把右边走完。 我们就继续走啊。 在左边左边走到 G。 所以我们 D B 印完了, 下一个是 G。 对。 接着我们再退回来, 印出 E。 然后呢, 这边 C 不能印。 对不对? 我们继续再走这里。 然后再走, 再印出 H。 H走完呢, 还要再走 I。 所以呢, 接下来是印 H 跟 I。 最后退回去了。 最后才能把最后几个都印出来。 就是 F C A。 对不对? F C A。 最后呢, 我们才做完这个 Post Order Traversal。 所以这三个差别在于你印这个资料。 印你当前Current Node。 目前Node的资料的顺序。 那这个 Tree Traversal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 实际上它用程式码 Implement起来非常的简洁。 这也是程式有趣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有个 Class Binary Tree。 用我们之前的Tree Node。 先入一个 Root。 说的事情都从 Root 开始了。 那 InNode呢, 就把 Root 传进来。 对, 我们就开始走。 那我们先检查 Root 是不是 Noo。 如果呢, 你发现怎么样? 它又 Call InNode Again。 那这次呢, 它是把 Left Node 传进去。 所以呢, 你要往 InNode 走。 就是再 Call 一次自己的 Function, 然后把新的位置传进去。 自己走。 这个叫做 Recursive。 Recursive Function 概念。 那你会觉得这很神奇啊。 那后面要怎么实作,对不对? 那我跟你说, 它就是用 Stake 在背后实作。 每一次呢, 当有人 Call 一个自己的方式, 它就把现在的参数丢到 Stake 里面。 然后再去做新的下一层的 Node。 直到到底, 对。 直到它的 Node 呢, 直到它走到它这个 传进来的 Root 都是 Noo 的时候, 它就会 Return 回去。 然后再一层一层把 Stake Pop 出来处理。 所以 in order 的话, 就是先一直往左走, 一直把 Local Root 的 Lab 传进去。 然后等到入网不能再走, 退回去的时候, 第一个先把你目前的参数印出来。 对。 然后呢, 再走右边。 就这样。 好。 那我们了解这个基本的原理, 翻译起来就很容易了。 这个 pre-order 呢, 它就是先把 Node 只要印出来, 然后再走左边。 然后走完之后再走右边。 那 post-order 就是先走左再走右, 然后再把 data 印出来。 所以神奇的是呢, 我们自己用手续走会走得很累, 但是程式嘛, 它只要短短的。 简单说呢, 三行, 短短的三行就可以了, 三行的顺序的变化, 就可以完成这个 in order, pre-order 或 post-order 的 code。 所以是, 运用这个 recursive 的技巧是非常的神奇。 那背后呢, Compiler 会用 Stake 来帮我们做处理。 但我们重新护要这个方形的时候, 它就会把现在的参数圈 暂存到一个 Stake 里面。 等我们做完这个方形之后呢, 它会再把它 Pub 出来做处理。 其实你也可以不要用 Stake, 你可以用这个 Fall Loop 来做, 它就会比较, 程式码就不会这么的简洁清楚。 那效率会比较高一点。 那 Stake 的话呢, 就是背后呢, 这个 recursive 它背后是用 Stake 来帮我们处理。 会再用一些 memory, 但是它的程式码就是非常的简洁清楚。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用 recursive 来实作这些 trees 方面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个演算法, 它叫做 Finar Research, 也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值, 找一个资料。 那找一个资料呢, 如果是 Array 里面的话, 它的时间复杂度预设是 N, 也就是我们要把 N 的值都看一遍, 才知道我们的资料在哪里。 所以它的 Time Compressor 就是 N, 当然有可能我们运气好呢, 我们就先找到, 运气不好就晚一点找到, 不过基本上就是跟你的资料增加量成正比, 成线性的增加。 好, 那 Binary Search 呢, 提出一个方法可以达到 Log N, 那是不是很厉害? 那怎么办到呢? 它有一个前提, 首先你的资料要先排序好, 对不对? 那排序好的话呢, 就可以用一个小技巧, 如果是数字的话, 假设它是, 我们要找这个值 23, 我们要找 23, 然后我们的资料又排好了。 那首先我们可以先跟中间点比一下, 我们跟 23 比是比 23 大呢? 还是比 23 小呢? 既然我们中间值是比 23 小, 那我们的剩下的资料应该就在后半段, 对不对? 这是一个二分搜寻法。 那二分搜寻法的话, 你每次就处于20, 你可以快速的缩小你的搜寻范围, 所以它的时间缩小度就是 Log N, 那这非常有效率。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可以有个 Index, 一个是 Begin 和 End, 那我们就计算一下中间点, 那我们就重新计算一下中间点, 我们就把 Mid 而三层 Begin, 然后呢 End 不变, 然后再重新计算 Mid 的 Position 。 那这两个位置加起来, 我们的 Mid 的下一个, 我们从它下一个去走, 就是 5, end 就是 8, 那我们新的中间点就是, 5 加 8 除以 2, 我们就直接舍去小数位, 就是 6, 所以我们再跟 6 比一下, 23 还是比 6 大, 那我们再用这个 7 和 8, 然后相处要等于 7, 最后我们就快速的找到了, 所以呢, 这个 Binary Search 它的复杂度是 Log N, 那 Binary Search 的 Code 就在这边, 那我们先有一个 Data 的 Array, 其实 Binary Search 呢, 它主要就是在比大小, 那如果呢, 当然你要先确认 End 是不是大于 Begin, 一开始要先确认这个, 然后接下来你就先计算它的中间点, 那如果呢, 你这个中间点的资料刚好有点, 我们要找的这个, 就 Return, Return Mid Point 的资料, 那这边是位置, 我们要知道它的位置, Return 中间点的位置, 那如果你的资料比它小的话呢, 你可以用 Recursive 做, 或是用这个 For Loop 做, 那如果你的资料呢, 很重一点是要比这个 Input 是要 Item 小的话, 那你就重新把这个 Begin 变成 Mid Point 加 1, 然后 End 不变, 然后就再把它 Recursive 呼叫你的 Binary Search 几次, 那如果呢, 你的这个 Mid Point 反之你这个比它大的话呢, 你就, 相减, 你就把这个 End 哈, End 就是 Mid Point 减 1, 然后 Item, 然后呢, 再呼叫 Binary Search 一次, OK, 好, 那如果呢, 找了半天你都没有 Return, 成功的 Return 这个 Mid Point 都, 这三下条件都不符合, 那就是找不到了, 如果你到最后, 你的 End 已经比这个 Begin 小, 没有大一点于 Begin 的话, 那就 Return 负一, 表示我们找不到, 那这个就是 Binary Search 的 Code, 用 Recursive 的方式来写, 好,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Binary Search 的 Test 就在这里啦, 那就是给一个 Array 嘛, 然后呢, 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 资料 Location 在哪里, 那这边呢, 就是它会让我们输入一个资料, 它有一个 Input, 它留一个叫做 Scanner 的资料, 然后把 System In 传进来, 那 Standard 它就是会读, 它可以读一个 Int 进来, 那读了你要的 Item 后, 就开始 Search 啦, 那它是传入这个, 它的边界嘛, 0 和 9, 印得从 0 开始, 那里面有 10 个资料, 所以是 0 到 9, 那看它传回来的这个 Location, 如果 Location 不是 负一的话, 你就是, 就印出 Location, 不然就说 Item Not Fine, 你就是找不到, 这个是 Binary Search 的 Test, 那我们刚刚用 Arrays 做 Binary Search, 它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资料要排序, 那排序其实是耗时间的, 最佳状态是 N,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马上就达到这个 Location 的最佳状态, 我们要排序, 那我们一个技巧就是利用这个 Tree 的 Structure, 当有资料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呢, 按照一个规则把我们的这个 Tree 键, 那这个就称为 Binary Search Tree, 好, 那 Binary Search Tree 有一个关键之处在于, 因为我们是要做二分法搜寻, 对, 所以它所有在左边的资料呢, 的值都要小于右边的资料, 所以一开始我们只要比这个 Root Note, 我们就知道要往左边走, 或是往右边走, 对, 所以这个是 Binary Search Tree 的基本规则, 对, 所以就是根据这个基本的规则, 就可以找到你的资料应该要插哪里, 然后呢, 这样你也不用排序, 然后新的资料进来就会自动排好, 然后你的 Search 也可以达到 Loc N, 所以是有诸多的优点, 那一样我们用 Recursive 来实作这个 Binary Search Tree, 简称 BST, 那我们要怎么插入一个 Node 呢? 那一个 Node 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 New 一个, 先检查我们要插的这个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话, 我们就 New 一个 Node 直接, 新增一个, 就结束, 那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开始比大小, 对不对? 那如果呢, 我们的 Node 的 Data, 我们的 Node 的 Data 小于我们这个要 Input 的 Data, 大于我们要 Input 的 Data 的话, 那我们就要再把这个 Data 插在这个数的左边, 如果我们的 Node 的 Data 小于 Input 的 Data, 我们就把我们 Data 插在右边,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一样, 短短的几号,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 Binary Search 的插入功能。 好, 那搜寻的时候, 一样呢, 我们也是先判断, 诶,是不是 Node 哦, 如果 Node 都找不到, 就 False, 不然的话呢, 如果相等就是 True, 那如果呢, 这个 Node 的 Data 比我们的大, 那我们就去左边找 Data, 不然最后我们去右边找 Data, 那一样, 我们用 Recursive 实作的 Search。 那这个是 The Algorithm 的 Improvement, 它提供一个 Find Data 的 Root 方式, 所以一开始 Find Data, 它就是把 Data 传进去, 然后把 Root 传到 Search。 所以这个 Find 的 是去 Call 这个 Search 方式而已。 那找到的话, 就会说, It's present in the given BST, 不然就是 Not Find。 那最后一个重要的功能是 Delete, 那 Delete 呢, 其实比较复杂。 那首先先检查不在, 在不在, 那 Node 就是不在, 就说 No Such Data,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要去找这个 Node。 那一样呢, 就比大小嘛, 如果小于这个 Node Data, 那就往左边找, 那如果 Die 的 Node Data 就往右边找。 那重点是你找到了, 找到了, 第一个你要先检查它是不是 Leave Node。 那如果它是 Leave Node, 就没问题, 就直接把这个 Node 删掉就好了。 所以它如果, 左右边都是 Node 的话, 就把它删掉就好了。 那假设呢, 如果它只有右边的 Node, 你就把这个 Node 砍掉, 然后右边接上来就好。 所以现在一个 Temp 的 Node, 把右边的, 右边的这个 Node, 右边所有的 Subtree, 右边所有的 Node 记起来。 右边 Node 的, 右边 Charge 的 Node 的, 位置记起来, 然后把这个右边删掉。 然后呢, 你的 Node 就等于这个 Temp Node 就可以了。 好, 那你如果, 只有左边有 Node, 那简单, 你就是要, 把左边接过来, 一样嘛, 先把左边暂存, 然后把, 自己目前的左边删掉, 然后再把自己变成左边的就可以了。 好, 那, 最后呢, 就是如果两边都有, 怎么办? 要特别是两边都有的话, 你要找到右边, 右边最左边那个 Node, 所以你要不断的搜寻, 找到最左边 Node, 然后呢, 再把这个 Data, 再把这个 Data 存起来。 因为, 右边 Tree 最左边的指, 是它右边里面最小的指,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先找到它, 把它存起来, 然后再继续去右边删除资料。 好, 所以这个删除, 删除 Binary Tree, 为了保持它里面的资料结构的正确性, 搜寻的正确性, 也就是说呢, 左边的资料永远小于右边的资料, 那我们就要做一些处理, 所以看起来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好, 那这也就是 Binary Search Tree 的 Final Test, 那一开始我们先三加三个字, 59, 然后我们先测试一下不存在的值, 看有没有 印出 Error Message, 然后再找10, 10找到了, 4没有, 然后删掉一个9, 然后呢, 再看看9被删掉, 然后再把1删掉, 再加2个10, 然后再找找看。 最后我们用 In Order 把这个顺序印出来, 重点是我们用 In Order 就可以把正确的顺序印出来, 那它应该要排好, 如果你的 Binary Search 确实是正确的话, 就要印出 50, 20, 70, 所以你可以用 In Order 来测试, 你的 Binary Search Tree 是不是正确。 好, 我们最后附上一张从 Big O Cheat Sheet 抓下来的表, 它列出了所有常见的演算法, 它的 Average 跟 Worst Case 的 Time Compressor T, 可以供你参考。 当然你要去了解它背后的演算法, 是什么设计演算法, 然后就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它的 Time Compressor T 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设计演算法基本上都是 Log N。 其实, Binary Search Tree 在 Worst Case 会变成 N。 如果这个 Tree 没有见好, 所以会有各种不同的 Tree, 那我们这边只是先做个简介, 让大家有个基本的概念, 那就不再做介绍, 有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修习这个资料结构的演算法, 继续研究更有趣的演算法。 制作人 Cheers !